网友纷纷吐槽,要他还是乖乖放下鸡爪,做个有素质的人。 国外中心菜山林报道。 好,别跟鸡爪女计较,接下来我们能够好好的坐下来,来吃吃鸡跟鸭。 去年鸡鸭贵,但今年的秦类,强本相对便宜,也因此呢,全鸡的料理,像是饭店所推出的煲汤棉菜,有老母鸡,有精华火腿,还加入花椒。 所以整碗汤会有浓浓的胶质。 另外三大晾饭卖场也加入了鸡料理的棉菜战局,一整只的油鸡啊,熏鸡啊,四百块油兆。 咸蛋白进来以后,它的口感就很到位。 棉糕加入豆类在平底锅,焖出出谈口感,再加入咸蛋黄拌炒,盐味十足。 想说阿嬷交代的,我是阿嬷托梦的,因为这一道菜,唯有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呢,真的上了年纪的,很喜欢。 年纪到阿鸡师团,对上菜当然,少不了经典年菜。 虫草花椒炖乌鸡。 花椒炖乌鸡短上桌,东崇下草入汤,搭配乌骨鸡和花椒,汤底用老母鸡和精华火腿熬煮,汤头口感浓郁。 熏黄鱼的鱼度,它的胶质蛋白呢,特别的浓厚,利用它的黏着度呢,带动整个汤头的一个侯运。 顶级鲑鱼、花椒、火跳墙,成菜咯。 同样特选花椒,鲜鸡入汤,另家饭店年菜,定级花椒鲑鱼活跳墙,却用南非整颗火鲑鱼,提筋猪婆森,慢坡鱼仿鸡腿等,将老母鸡精华火腿后腿肉,经过八个小时熬煮成汤底,最后放入花椒,一口喝下,满口胶脂,汤头鲜美。 特别,汤头很清澈,那些又有胶脂在嘴巴里的感觉。 老母鸡,然后夹金花火腿,然后猪的后腿肉,去熬八个小时。 不止饭店,卖场也推鸡肉美食,量饭超市年菜评比,汉王府太子熏鸡,圆镜庄,玫瑰油鸡,黄厨,原味油鸡,获选前三名,而且平均四百元油爪,去年鸡压成本高,年菜缩水,今年瓶内相对多,价位低廉,卖场饭店锁定全鸡食材,要抢供年菜,鸡料理市场。 记者黄志军想要贴过道。